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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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美 魏姐 谢谢你在关键的时刻拉了我一把 要不然小盈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投资界有句老话 投出去的不仅仅是钱 而是人 只要人对了 事就能对 我是相信自己眼光的 好 况且我还有点私心 这么说吧 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都经历了情感陪伴 但是是你 让我看到了希望 我帮你啊 就是在帮未来的自己 融资的事儿 差不多高于段落了 我也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你要走 去哪儿啊 玩去 游山玩水 好好地放松一下自己 想想事 玩就好啊 那我等你回来 必须的呀 这个男人 灵城 顾总 到了 稍微小声点 到啦 哦 嗯 那我先回去了啊 你也早点走吧 林双 我些话想跟你说 嗯 小苹果 那要不然 你明天再说 行 好 早点休息 好 慢点开啊 好 我来拿吧 你这人啊 哪儿都好 就是有点傻 你说这次的发布会 时间紧任务重 甲方还这么难搞 所有人躲还来不及呢 只有你 尚赶的 应该的嘛 我本来就是半路出家 查同事们一大劫 我肯定要抓紧一切机会 好好学习 你让我进去嘛 我找我儿子 你为啥不让我进去嘛 你为啥不让我进去嘛 不是 阿姨 你看这大包小包的 把门都堵上了 我帮你拿你去 不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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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许动我的东西 不要动我的东西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不要动我的东西嘛 妈 妈 你怎么来了 妈 妈 妈 你怎么了 儿子 你可不能不要我了 你姐姐那个没良性的 他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 你现在电话打不通 人也照不见了 我现在只有你了 儿子 妈 妈 你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妈 不哭了啊 儿子 我病了 妈 县里的医生都说我没治了 要我到城里来治 儿子 儿子 好 再忙了 嗯 好 再忙了 你叫喜剑 你要的东西 谢了 这份办公开数据 只能提供给你这个 和你没想 谢了 别乱信 我知道了 放心 我拿去 让技术部的王磊来一下 进来 董磊 董磊 哎 董 技术部最近挺忙的是吧 对 董磊 最近确实挺忙的 我刚刚看到 姜习惯要什么东西了 对 刚才我给她 她一块硬盘 今天我就不过去找你了 怕耽误你的正经事 东西我已经给你寄过去了 放心吧 东西都收到了 那就好 硬盘里面有西米 提供的招标文件 还有方舟提供给 常年合作的供应商的 半公开数据 有了这些数据啊 你就可以放心地 去做你的美女训练 一定会帮你吃饭功倍的 姜习啊 你这次真是帮了我大忙 好了 你不清挂了啊 切两十吧 好 这就是你准备用来 训练批赛的数据啊 你刚才应该都听到了吧 其实我也没想瞒你 其实算法的成功与否 就是在于数据 最忌讳的就是用 错误的数据集 去寻求结果 那你比如说 就像我们用花草的脉络数据 去验证人的脉络特征 所以 一旦训练数据出现了问题 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偏差 那你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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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们用花草的脉络数据 那你比如说 就像我们用花草的脉络数据 半公开数据来训练批赛 半公开数据嘛 就相当于走个捷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走捷径 也会有走捷径的风险 你看啊 你这份数据是违规得来的 那就意味着 它背后有很多 不可控的风险 但是这份数据 是江西提供给我的 又不是别人 而且 西米薰算法的技术评审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已经没有时间 对海量的开源数据 进行搜集 扩展和清洗了 这份数据 可以节省 用于西米精准预处理的时间 那这样你跟赌博 有什么区别呢 时间紧迫 赌一把了 但是我们是工程师 我们不是赌徒呀 顾雪 你能不能为我想一想啊 小英不是我一个人的 我得为团队负责 明天相信我的投资人负责 我只有把P3卖出去了 小英才能盈利 可是一旦训练方向出现了问题 P3的首次亮相 就会成为打脸现场 你不是更没法跟大家交代了吗 那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呢 我现在最不缺的 就是说丧气话 想要去打脸 时间得晚了 我得回去了 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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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 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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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吃这个 没想吃的 给 这啥 前两天我在家里收拾东西 发现你毕业证了我家 我说前两天不找妈妈吗 谢谢啊 谢谢 你心也太大了 你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自己不说好了 我告诉你的 以后你要再找不着了 可没人给你送回来 好 好好 坐下来 好吃吗 欢死了 确实有点该啊 我刚刚好像看到那边 有卖水 原来 那你还不赶紧去啊 行 行 等我一下啊 快点啊 我只是想要吃 我做你的 好了 我做了 你的 我做了 但有什么 我做了 你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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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开了已经 你不吃了 不吃了 那我再吃点 谢谢你家 你说你今天为了我这毕业证 还专门来跑一趟 我本来想要替你吃顿大餐 但是嘛 确实我现在在实习嘛 这工资又比较低 每个月呢交完房租 剩下的钱每日花销花销吧 就没剩多少 这样 你等会儿 转正了之后 然后呢我替替你吃一顿大餐 超级大餐 什么时候转正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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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就想啊 特别是我饿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你之前给我做的那个 回锅肉 可香了那个 啥时候再做呀 看我时间吧 行 那等你通知呗 咁帅 咁什么事 咁ape 咁 Mi 咁 咔 咁 咁 咁 鸣 我 我又死了 我疼得又死了 小张 阿姨 你跟医生说 让他给我开点那个 这个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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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那种止疼药 阿姨 刚开完刀是这样的 你熬过这两天就好了 医生都说了 不能给你开止疼药了 休息了 休息了 这个医生对我不好 他们知道我给不了钱 就故意不管我 你把我闺女喊过来 我闺女有的是钱 有的是钱啊 阿姨 这可不是钱的事啊 再说了 你看你在医院住了这么多天 那你女儿连看都没来看过你 这哪儿还打算给你花钱呀 我早就说 女儿是指望不上的 还是要生儿子 等着 等着 等我好了 我就 报警抓你 告你个遗弃亲娘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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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和 言 我 你 你 我 你怎么着啊 我在这儿 我野心啊 我野心啊 喝点 先喝酒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从前有个女孩 她出生在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山村 她本来应该在那个地方 度过她美好的童年 可是她的父母 并不期待她的出生 后来这个女孩 她看见自己的母亲 躺在病床上痛苦呻吟的时候 她只是突然觉得很生气 明明一直以来 她才是那个被忽略 被伤害的那个人 可是她的母亲为什么 非要把自己搞得像一个受害者一样 你能不能教教这个女孩 她到底应该怎么做 当你看不清方向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划掉那些 一定让自己忽悔的事 剩下的那一个 也许就是最正确的事情 我刚才 就是讲了个故事 你不会当真的吧 Plaza 你在哪里 我帮你 handler 你 嗯? 嗯? 顾总 顾总 今晚我们约了奥康达的王总 您别忘了 知道了 和林双吵架了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是问我 怎么知道你们俩吵架了 还是问我 怎么知道你喜欢林双 如果是第一个问题呢 你这一整天都臭着一张脸 能让你生闷气的 也只有林双 至于第二个问题嘛 顾许喜欢林双这件事 恐怕只有你以为自己 也是得很好 同学一场 要不要我帮帮你 今晚要给奥康达的资料 都准备好了吗 好心当成驴肝费 过了这个村 那就没这个店了 资料已经同步给你了 来 老师 你 你 你要干吗 我 老师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顾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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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干吗 你干吗今天 真是 董文件 董文件说 你怎么来了 我来 我来给他送文件 送文件 什么文件这么重要 被大半夜送过来 你们 你别误会 他喝醉了 你别走啊 他喝多了 那别走啊 不打扰了 不是 可以啊 演技不错 做死的本事也挺强的 你说说你们两个 一个装傻 一个闷骚 真是被俩气死 没双 就这么走了 是打算把顾許让给我 你俩的事分不也没关系 顾許喜欢的人是你 你看不出来吗 我 我呢 没兴趣做什么恶毒女配 也不想陪你们玩 猜来猜去的游戏 我已经决定放弃顾许了 省得以后你们又拿我 当挡箭牌 装傻重愣的 还有 顾许是真的喝醉了 你要是不担心 他出什么事的话 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 在家待着吧 我再给你玩 让你玩 给你玩 我还可以玩 这一跳 我可以玩 来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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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你要不要见我的话 我现在也可以走 别走 好 别在这儿躺着 来 坐 来 来 应酬又不是拼命 下次别喝这么多 好 好 水我给你放这儿了 夜里渴了 记得喝 好 你除了会说好 还会说什么 谢谢 其实你帮了我更多 要说谢的话 也是我谢谢你 可是我想要的 从来都不是你的感谢 你 你 我先去看 我先来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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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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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